第二階段的来宾 第一位台北诗言 文史控的林国臣先生 吴大哥各位大家好 第二位特别介绍 也就是台湾人在满洲国 纪录片的总制作人 有时候非常好的朋友 他长期在做民国时代的 民国史的纪录片的丁文静小姐 吴大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广告系教授 同时也是台湾A咖的 我看已经 叫你点一名的 摄影控文史控的王总龙兄 吴大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向观众朋友报告 上礼拜我们提出台湾人是满洲国 前一天我要请黄光国教授 现身说谈他的认同问题 我蛮压抑的 来看看 这是1930年代的事 八九十年前的 Like One Two 造成我们的观众全台 全球 全球观众反映 为什么 几乎每个亲戚朋友上一辈都说 我们阿伯 阿公 什么人买去饭酒 买去担保做医生 做事业都有 包括左龙兄从纽泽西 有我们的台桥观众反映说 我才发觉到 来去玩酒 我的一位亲戚叫胡文雄 他过去排球国手 他说周英雄 特别注意啊 日本时代台湾人 台湾人主题也参加 欧林匹区的 你要阿伯比来说台湾的 带有数 二王后 所以他记于厚厚的 他是排球国手 我堂哥跟这位文雄兄 都是排球国手 来记他们台湾排球时 台湾体育时 未来我一定谈 好 为什么谈满洲呢 容我再讲一句话就好了 因为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国城已经迫不及待 要开始要 开始要取冠了 我开始冬季倒头 来 我还以后 日本学者讲的 深祸我心 曹王大学教授 天江西九教授说的 历史记忆及文化在线 是台湾主前独立战争的 最前线 曾经被遗忘的 台湾人战争记忆 已被日本人统治 50年的记忆 如海浪一波一波 在推翻过去 中国国民党所塑造的 國族想像 觀眾朋友 我不是一波波海浪 我要推動海嘯 重新建構台灣史冠的國族想像 來郭忍開始 我在想剛才胡大哥已經講了 上個禮拜我們談 台灣人勇闖滿洲國 真的引起非常之多 甚至於我不敢講說 有粉絲 但是最起碼有很多 觀眾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說要我在節目 謝謝胡大哥 提供讓他們看不到 想不到的滿洲國的種種歷史 所以他在這裡 要我親自跟胡大哥 謝謝 沒有你這個節目 他們不曉得 什麼叫做滿洲國的歷史 那當然我今天也很高興 很榮幸 跟兩位專家 丁小姐也好 王老師也好 這都是滿洲國的第一手 第一手一把交椅 所以能夠跟他們同台 這也是我的榮幸 那當然我們回歸正題 如果說談到滿洲國 當然就想到溥儀 那想到溥儀 台灣人就第一個想到誰 謝介石 所以我是覺得 為什麼會想到謝介石 是因為他是台灣人到滿洲國去 他做到最大的 就是謝介石 這不是金介石 是謝介石 是怎麼說呢 他做過外交的總長 這相當於什麼 這相當也可以 一個國家的外交的這種首領 所以我感覺 我們台灣新頂人 他也是把謝介石 當成他們心質之光 因為他就是新頂人 所以人家新頂人都把他 審慨就動作他們心質之光 當時還有最大的 最大的 最有實力的日日星報 也稱為謝介石 為叫做時代寵兒 這都是屬性 所以我是覺得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 在1935年謝介石 回來那個衣警還鄉 回來我們台灣 他發表 警告台灣同胞的演說 除了是在大放送共演 他也在演講 但是演講之後 造成全台灣神 叫做滿洲熱 滿洲熱 所以當時流行一句話 就是像剛才福大哥所講的 這個就是王佐榮老師所作的 說來去滿洲 所以這句話 所以開始流行 你聽懂嗎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我們再回來 我要談謝介石 其實說他在年輕 要不去滿洲的時候 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他是不如意的 他不如意 可是這說起來 我們要把他減逃 謝介石也不如意 對 所以我 沒有 我是覺得說 那個時候我給他形容 他還在台灣 要不去滿洲進展的時候 說實在 前途茫茫 心中彷徨 他不知道說未來 何去何從 他不知道 但是有一天 偶然之機會到新町 盛風雅廟 被一個 這個擺攤的算命 叫做 柳鴻春 柳鴻春 這有歷史的 這不是不錯的 所以謝介石看到謝介石 就牽著他的手 跟他道貨 說 大席在望 你 我給你建議 你如果可以往 西北方向去發展 你未來50之後 你一定併了 前衛高舉之人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謝介石 覺得說 相名 在於 所以 他不以為意 但是 過去 我們傳統 就是 新町人 就是新町人 所以他就去抽個籤 這個抽個籤 這說起來 我給大家報告 這籤 抽出來就是這樣 來 莫探年來不如意 喜風 新印 清新田 這幾句話 這幾句話 那也不以為意 所以 他毅然就決定 到了滿足國去 到了滿足國去 經過幾年以後 說實在的 你注意看 就很多巧合的事情 1932年 滿足國建立的時候 那個建都 不是 社會主要給他名字 是 溥仪自己取名 他的都會 叫做新町 新町 那另外 這個溥仪 皇宮的大門 為 新運門 新運門 算名裡面 簽都有 這怪的 所以我剛才講的 就是 這幾句話 這真的 這是有歷史根據 那為什麼說真的假的 等一下我才講到 這個 都這麼巧合 新 運 他這裡 莫探 往 那個 莫探 連來不如意 喜逢 新運 清新田 清新田 就是說 安基樂業的意思 新運 你看 這裡是新 這裡是運 所以加起來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到最後 我們 那個 謝先生 才跟 溥仪皇帝 報告 所謂 才有什麼 就才有 這個 他送他 聰明跟正直 這個匾額 所以 送這些匾額 不是 無言無語 說送匾額 一定有他的來源 所以 他這個 就是聰明 另外一個 就是正直 這個是 溥仪皇帝 送的 另外 當然 因為我們謝謝史 在演講的時候 他也 逃遍 台灣 所有的廟宜 可是 唯一 現在 只有留下來的 就是台南南軍心 這塊 這塊 要留住 這給大家 做參考 如果到南軍心 去看 他這是什麼 滿洲國的 這個特任 特使 所以 駐日大使 所以 這個 我要建議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到台南 我們參考一下 但是這過期 這簽詩 剛才我抓不到 大家聽 好 網路 很多 後面說 這支簽詩 後面說 這個簽詩 但是 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個王總榮老師 在這裡 這個 就做 他演講的時候 這段 這段 我們謝謝史先生 他有講 講什麼呢 這個是他親口講的 總是 他講的 所以正確的 還是 我剛才秀給各位看的 這個簽詩 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什麼 可考 因為今天兩位專家在這裡 這個都有他的根據 因為這個報紙登出來 事實 他自己講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任何一個 滿洲國的歷史 我們可以把它挖解出來 雖然小小的問題 但是 真的 我要引用我那個 觀眾朋友的一句話 謝謝福大哥 沒有你 我他們就不能了解 滿洲國 好 謝謝台灣 對 謝謝台灣 我只是迎召一個舞台 讓大家講而已 我永遠謝謝台灣 為什麼講 請你不肯欠台灣 拜託拜託 今天一個報紙的社論 其實這篇 講給所有的政治民主也聽的 唱衰台灣的權儒 魯蛇魯蛇 如果民進黨今天執政 民進黨完全執政 台灣人儘管完全執政 你是贏了還是魯蛇 裡面特別說 拉近 統獨受挫 妨礙酸人 我這個節目 我公開講 絕對不會邀請 也允許 罵人的名嘴進場 我再講一次 覺得不做 我要做致命能量 定心 建立我們台灣人的 尊嚴的價值 我公開跟大家 宣誓 看我們 中北 中北 中議士先死 看我們中北 林憲東先死 憲東先 他們八九十年前替台灣人打招 我在這裡 付到很堅備的精神 軍隊 尉水 跟憲東先的腳步一步一步走 暗湯陷台灣 我要講這個重點 白頭的 我可能嚇得大聲 這些政治兵人家 我實在不能忍受 請不要唱衰台灣好嗎 不管是統派獨派 大家愛好台灣 我今天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我在媒體的同事 丁文靜小姐 她是第一個 我們台灣人的子弟姊妹 做媒體人 做台灣人在滿洲國的紀錄片子 我看得非常感動 於是我邀請她來我的廣播節目談 我覺得有心者做 我就請教文靜小姐 當初你總會想做這個議題 這很好議題 來 請 事實上 因為我長期在做兩岸的歷史 然後包括民國史 近現代史 有一次大概在十年 應該十二年前了 就是在北京 然後在拍片的過程 朋友就說 文靜 在東北有一幫人 他們到現在 還講閩南話 講福建話 那我們不知道這一幫人是誰 他們可能是福建人 但也可能是台灣人 那我那時候心裡頭就想說 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找這一群人 把他們找出來 他們在哪裡 那這個是埋下了 我當時要拍這一部片子的一個動機 然後在差不多在八年前 我其實這部片子 距離到它完成到現在 其實從開始想要拍 然後真的拍 其實將近十年的時間 那在這個就是 八年前就是遇到了一個 福倫社的前輩 那他就說 他的父親 當時去滿洲國當官 那我就在想 滿洲國當官 在1945年之後 應該就是 因為那時候 我們通常那時候叫為滿 那那時候想說 他們在滿洲國當官 應該有很多人會被判漢奸 就是在當時的歷史裡頭 又或者是 這一群人有一些人回來 有一些人沒回來 我就想 應該有這樣的人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 尋找這一個滿洲國的 台灣人的這樣的一個 起心動念 那在尋找的過程裡頭 我就發現 真的就發現了 謝介石這樣的一號人物 當然就是 其實我那時候看到謝介石 我最感慨的是 就是國族認同的問題 因為謝介石本身是 親國人 就是他曾經是 在滿清末年的時候 他一心想要考舉人 他想要去考秀才 但是後來日本人來了 他要變成日本人 在日本人的這一個國度下 他很快的加入了 這個新竹的這個國語學習 就是所謂日語學習所 就是當時的國語學習所 然後學了日語 日語學得非常好 然後去了日本 然後去了日本之後 剛才我們這個林大哥的講是 他不得志 不得志的意思是 他本來覺得去明治大學 念完書之後 應該可以依井還鄉 就是他可以不要當次等人 可是回到台灣之後 他發現他依舊沒有好的 就是一官半職可以做 那薪水還是比日本人低 於是那時候 就是當時的就是不得志 就看就是去了這個清樓 就當時的大稻埕 然後看上了 就是我們現在看一下鏡頭 這位 這位看起來就是 就是氣質非常好的 這個女子 其實他叫王香禪 他當時 這個王香禪可以說是 就是在這個清末的時候 他算是台灣的 三大異旦 當時我們要怎麼去理解異旦 其實他應該可以說是 當時在整個台灣的 應該說藝能界的異姐 三大異旦就是 因為那時候的異旦就是藝人 那這個藝人裡頭他們要會寫詩 然後彈琴 還有能夠唱 對 尤其那個精細的很多的包歌仔戲 但這裡頭很重要的 一定要能夠寫詩 那所以王香禪本身的這個詩意的造詞也非常好 當然我回到這個國族認同的 先回到國族認同這件事情上 就是謝介石的這個國族認同 在這段期間因為回到了台灣 他覺得他很不得志 那時候認識王香禪 於是他們又去了這個上海 就在上海遇到了連橫 那連橫那時候就邀請 就是謝介石加入了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於是謝介石又變成中華民國人 那你看他一路就改了三個國籍了 他莫名其妙不是他想改的 是命運促使他要改的 好那變成中華民國之後 他去了這個東北 其實剛開始那時候東北還 還沒有在這個日本人統治之下 關東軍還沒有整個拿下勢力 所以他在東北教書 那時候連橫也去東北當記者 那他們這樣的情誼在後來 因為其實謝介石很重要的 這個人際網絡其實是跟張勛有關 我想之前節目都講過 就是張勛的兒子跟謝介石 在日本是舊事 那因為這層關係 所以在滿洲國成立的時候 他們想要找一個外交人員 於是謝介石當然是最好的人選 於是謝介石又變成了滿洲國人 那但是謝介石在這個中日戰爭 就是我們所謂的抗戰 或是中日戰爭這個爆發之後 事實上他其實已經從滿洲國的 這個外交部長 外交總長的位置已經開始有一點半 引退去當一個實業家了 然後到了1945年 整個八年的這個戰爭 就是第二次次戰爭結束之後 那謝介石又回到了中華民國 所以他又變成中華民國人 但是他的兒子他的兒子裡頭有人加入了左派 變成了這個地下黨 那這個地下黨的過程裡頭 但是他那時候已經到了北京 就離開了所謂的當時的新京 就是現在的長春 然後到了這個北京 到北京之後 因為49年49年1月1號 就是1月21號 整個北京他們講 就大陸人的口徑叫做解放 其實在我們就是 他被淪陷了 就被拿走了 那時候的這個謝介石 還因為兒子是左派還入獄 那後來當然又 就是後來就是國民黨走了 那共產黨會讓 因為他是左派 所以就會讓他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英俗洋差 他又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你想想看 有誰比他換過這麼多的 國族認同的身分 我能不能簡單問 謝介石的拿五本 我上次跟黃黃國教授說 拿五本護照 我看這是在世界時都少見 但背後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他那時候 我其實心裡頭很大的 一直也在研究 就是國族認同的問題 其實我作為一個女性 我以前也在參與學生運動的過程裡頭 其實國族的認同 當然在那個時候 年輕的我們衝擊很大 就是到底自己是應該怎麼認同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原來這個國族認同的議題 在台灣在這塊島嶼上 我們一直他就像一個魔咒一樣 他一直框住了我們這個島上人民的命運 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如此 那時候一直想說 如果哪一天 就是我們一直 就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前人的這些努力裡頭 大家一直想要把 這個國族認同的這件事情確定 但也一直沒有辦法確定 好 來 再看這一句話 我下決心了 我要用這個節目如海嘯 一波一波的推翻過去中國國民黨 其實包括中國共產黨所塑造的 國族想像 通通是假的 通通是政治神話 通通是虛構的想像共同體 我們自己重新建構 這是我們責任 我下決心了 你看啊 我把文靜小姐的話簡單講 溥儀嘛 溥儀登記那件照片 之前的戴墨鏡 關國教授心理分析的 溥儀的衣衣 叫黃子正醫師 他更慘 來 看照片 上次有了 這張照片應該是 關國教授自己拍的 這溥儀在這裡 來看看他溥儀的弟弟 溥儀 溥儀你看 雙頭靠面 你看 雙頭靠面 溥儀的業婦 溥儀的侄子 溥儀的侄子 溥儀的三妹夫 溥儀的五妹夫 隨婦 通通暫喚 有夠衰 溥儀的衣衣 黃子正 也變暫喚 人有夠衰 政府要實在過 不然沒有錢 人家說去新鳳梨挑籤 我們台灣人說 新鳳梨出孫事情大條 1945 8月15號事情大條 翻轉了 整個時代改變了 這就是台灣的命運 我向大家報告 其實這個 當我看了這個 文靖小禮做了他的 這是第一次有做台灣的滿足國以後 我去查 有人有 徐雪姬教授 中文院台師前所長 他早就做口述計劃了 叫做日治時期 台灣人在滿足的生活經驗 真的 這是第一次 有人在媒體做 有人在學術界做 左龍是在攝影界做 這兩個禮拜前 一本新書 再見海南島 有一位叫做張紫敬先生 受派為日本海軍陸戰隊的通議 就歡義官 在海南島待了五年 台灣人在海南島 台灣人在呂宋 台灣人在星級內亞 這些問題我們要重新建構 左龍兄請 因為上次我們也談到謝介石 今天各位也談到謝介石 又談到王湘燦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直接來看照片 這是台灣日日新報 我說過了 在那三個月 還有之前的一個月 加起來四個月當中 幾乎每天都有謝介石的消息 謝介石去參訪台灣神社 還有王湘燦 還有謝介石的女兒 他們回來台灣的一些情況 的的確確因為這樣的情況 特別是上個禮拜 跟各位介紹的 警告台灣父老兄弟的 那一篇廣播稿 他裡面已經再一次強調說 我去台近三十年 沒有一天忘記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不認為謝介石 他本身有任何的國族的認同問題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的確到處都會有機會 那麼謝介石回來台灣 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他跟大家報告 說他在過去這三十年以來 那麼他的一些人生的經歷 第二件事情就是 要幫他的兒子完婚 上次在前天節目當中 黃光國教授有談到 謝介石的兒子 二兒子就娶了新竹的首富 鄭兆基的女兒 那麼鄭兆基先生 所謂的新竹的首富 是什麼意思 我跟各位很簡單講一下 新竹所有的公民營事業 有一半以上 如果不是有他的股份 就是他的 就知道說他是不是 首富的意思是什麼 第三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是 謝介石回來台灣 他是全權大使的身份 所以他很重要的是 在什麼時候回來 1935年 1935年這一年 以後我相信我們節目裡面會介紹到 那個時候有一個很重要 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大型活動 就是使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 台灣博覽會當中有朝鮮館 有滿洲館 在滿洲有一個滿洲館 所以謝介石駐日大使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第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要回來幫滿洲館做減採 這個照片很難得 是35年的 這個台灣博覽會的滿洲館 還有滿洲館裡面 介紹了滿洲的文化歷史 還有滿洲的一些特產 那麼透過媒體 我覺得媒體是很重要 透過媒體不斷的宣傳 讓遠遠遙遠的一個滿洲 雖然他的土地大台灣32倍的一個滿洲 成為當時的一個話題 所以為什麼才會有來去滿洲 大家知識分子之間流行的這句話 那麼很簡單 接下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台灣人去滿洲的四大原因 幫各位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從政 剛才提到了 那麼在政治界 台灣人要發展做到首長級 次長級有可能的 富的有可能 要做到正的 很難 很難 真的是很難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有很多人要去滿洲去發展 從政 那麼全部都是透過謝介石這條人脈 那麼在當時 各位可以看到 當時台灣人到滿洲去 第一站一定到這個地方來 這就是滿洲國的外交部 在之前的節目當中 黃光國教授有提到 因為有個台灣同鄉會 幫協助他們從滿洲逃出來 而台灣同鄉會 就設在哪裡 就設在滿洲國的外交部裡面 所以所有要去滿洲 從政相關的人 一定都會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同時拜訪謝介石 謝介石按照他們的專長 然後協助他們去做不同 比如說之前有那個新農神 李陶宗先生什麼這一類的 會有這個狀況 第二個就是更早之前就開始去了 就是從商 從商當然因為後來 有了謝介石的關係 所以從商就更方便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 中國跟滿洲的一些貿易關係 已經斷絕了 那個時候台灣就成為 中間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橋樑 所以去從商也是第二種發展 第三種之前吳大哥在節目當中有提到 幾乎很多人都覺得台灣人在滿洲都是醫生 這個是有原因的 因為台灣的醫師學校 醫學校就是現在的台大 就一間而已 滿洲不是 我唸給各位聽一下 新京醫科大學 哈爾濱醫科大學 滿洲醫科大學 旅順醫學專門學校 大連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連女生所以有很多女醫師 在台灣他很可能想要做醫生 但是他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所以他們就到滿洲去求學 或者是到滿洲去從醫 其實將來我們節目當中 也許還有別的機會介紹 那時候的台灣人 跟各位的想像當然完全不一樣 不是只有滿洲 不是只有北滿洲 南海南島甚至南洋 中國的沿海城市到處都是台灣的商人 到處都是台灣的商人 還有去求學的 那麼各位最後一個 就是為了理想而出走 這個是我們的文學家 鍾禮和 鍾禮和跟他的太太 叫做鍾台妹 他們我所謂的說為了理想 這個是講比較好聽 另外一種說法是什麼 是跑路 中性不能結婚 對 在這邊 在這邊因為 所謂的跑路意思是什麼 他想要完成他在這邊 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 不見得是負面 因為他們兩個都姓鍾 所以沒有辦法結婚 所以就到滿洲國去 那邊是一個新的天地 是一個新的環境 好 因為我其實今天節目 已經第四次講這一篇社論了 唱衰台灣 是如此才在做的 台灣人要有信心 對自己要有希望 要做Winner Winner 就一句話 五湯欠台灣 五湯欠台灣出了一種風險 包括定性建立我們台灣人 歷史觀和價值觀 我非常高興台灣的學術界 就在上個禮拜 集體建構了一本新書 叫做 三代台灣人 都三代 軍委水時代 東華運動時代 李政輝總統時代 欸 他不記得 這三代台灣人 所共同結論 我肯定先說 我絕對不可能搖車 任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 我們是贏家欸 不需要別人來教我們 怎麼做台獨 我們自己建構 我講到這樣 我講話都很嚴肅的 我也一有所指 台灣人自己建構 自己的史觀就好 不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來教我們怎麼做 對不對 那叫loser 好 因為這樣子 我下禮拜 跟大家報告 我特別邀請這個建構者 台灣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黃黃雄先生 以及國使館館長 吳密查教授 我的同學 來解釋 過去一百年台灣人三代怎麼打拼 週二 邀請李秀林副首長來重新建構 同時 為邀請這個長榮大學的 日本籍的學者 他談 中國話非常好 叫天江喜酒 談什麼呢 就是其實左隆兄貢獻很大 他眼睛看台灣歷史 來看一下 帝國興亡下的日本台灣 那是台灣怎麼自處 189到1945 我們未來會不斷的建構 同時 不斷的建構台灣的 作詞者 林央敏詩人 作曲者 蕭泰蘭教授 我特別請我兩個好朋友 林恒哲醫師 以及師大音樂系教授 葉利娜教授 來重新建構 蕭泰蘭教授 繼江文爺 鄧以前以後 第三位 當然我要介紹 馬水龍 一一介紹 這就是台灣人 真精神的表現 來 郭誠 我在想台灣人 我們來探討一下 跟滿洲國 有什麼啟花的 什麼關係 所以我是覺得 台灣人如果到滿洲國去 過去有去的人 說實在的 對滿洲國是有感情的 所以說台灣人的本土意識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麼強烈 去過滿洲回來了 他有本土意識強烈 這個到滿洲國跟台灣 他去做比較 所以我認為 有下一代 包括有去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人到滿洲國去 有五千人以上 這是有歷史根據 五千個以上 但是我要說的是 以前的部分 現在五個一個 五分之一 所以我想這兩位專家 他也不否認 從醫的到滿洲國去 算蠻多的 所以滿洲人 那個時候以為 台灣人去那裡 為什麼醫生這麼多 把我們誤解說 台灣就是醫生島 也有可能是這樣 那我是覺得 我們來談 除了黃子正醫師 作為溥仪的異醫之外 其他我們就來探討 第一位到滿洲國去行醫的 就是謝唐山 另外一個值得議題 就三代醫生世家 就是張七郎 張七郎 所以他包括他兒子 張宗仁 張醫人 張果仁 他們全家都到滿洲國去行過醫 所以這個就值得議題 好 我們現在就來談 談這個謝唐山先生 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是我們道道弟弟的大條條人 從出事都大條條人 所以我在說這些 我都會標榜出來的 我們大道成之光的謝唐山先生 他在哪邊呢 他過去在大陸的時候 是在營口同仁醫院 在大陸就是 另外到大連 在大連他叫做博愛醫院 所謂醫題是這兩間 可是他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有創立一個叫做順天外科醫院 他是創辦人 這個順天其實就 現在他這個病院要漏掉 變成我們指定的文物之一 所以他在這裡 就是在保安街84號 大家可以去看 這有歷史的 過去保安街 保安街叫做古市場 保安街那個時候 不管是誰也好 中意也好 叫做醫生街 醫生街 所以我是覺得 他是大道成人 但是他有一個後台背景很好 他是帶我們大長的富商 李春生的孫 所以他在整個經濟情況 是非常好的 他這個謝先生 他還做過 他輸回 現在理事長以前的會長 也做過什麼 台北以前的協議會的會長 協議會 就是說有什麼條件 日本時代有什麼條件 他做過會長 最值得一提的 因為我們民意代表 如果看到有醫生從政 我就覺得比較有幸福 他做過什麼 做過太平町的區長 太平町的區長 還有 他是過去我們台北市 現在改革進政以前 他怎麼做過去議員 所以這算我們的政策 那我是覺得 最後一個結論 台灣人 我完全認同 胡大哥所講的 台灣人也要有自己的 這種 國家意識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 我要特別強調 我提供這些資料 給大家做參考 最主要 我們大長的貧財 可以說 商人眾多 過去去 萬洲國的時候 其實 大稻埕的人 是非常之多 那我這裡 還是要真的 要呼籲我們台灣人 人說 有一句話 雖然做醫生 過去有一句話說 第一好壇是做醫生 第二好壇就不會變 第三個說開十五間 第四個說是開九間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蔣衛水先生 他還是醫生 然後去把台灣文化 去把它做好 把台灣這種歷史 所以雖然這個念起來 很道具 但是做醫生 也是很偉大 我還是呼籲 台灣人 一定要有國家認同 台灣人要加油 台灣人要打拼 上個禮拜六 我特別邀請我們製作團隊 包括我們的來賓 我們到大道城 迪化街做校外教學 實在 我為迪化街這頭走那頭 好 慢慢走 最終要走半小時 我覺得實體去看 我非常非常佩服 剛剛郭仁英所說的 蔣衛水先生 林憲堂先生的偉大 今年十月 台灣文化協會新館 就將在目前正在改建中的 大同警察分局 日本是在叫北京署 北京 重新建立台灣文化協會的新會館 這就對了 我們這個節目 我是用俗語說 推動文藝復興 我們就是推動 台灣文化協會的事情 九尾水 跟林憲堂 神敗所不走 九尘已經所不完成的 我們這台再繼續推進 這丁文靜小姐 她是非常優秀的媒體人 我跟她變成 因為紀錄片過去 我也說講評者 包括受訪 我們變成非常好的朋友 她說滿洲國 有三個代表性的女性 王湘禪 林士豪 李湘南 李湘南是日本人 川島方只是滿了 結果被處決了 命運大不同 我也預告 這個黃光國教授 從考上台大心理系以後 他媽媽說 你心理那些比較 要算命的心 有沒有記得 結果他變成 我們國內研究認同的權威學者 我在1月下行 會邀請另外一位林泉中教授 他是東京大學博士 香港人 他在琉球大學教了史 他就要研究琉球獨立運動 琉球獨立運動 他比較香港 琉球 台灣人 為什麼出現天然獨 很有趣 我會邀請這兩位學者 來做認同問題的研究 文靜你站在一個 你剛剛提到說 你在學院也變成心理性主義者 做女性研究 來 把你的分享 來 包括林四豪跟李湘南 好 那個 我還是先講一下王湘禪 因為大稻辰 你到大稻辰 其實我覺得 義旦間 我講明南話 才十五間 聽起來有 水準有一點落差 但是義旦間 但是林湘禪 就是當時義旦間裡頭 最紅牌的 而且是最有學養的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 做歷史紀錄片 有一件事情 可能跟男生不大一樣 就是雖然我也感受 國族認同的問題 但是我更感受人性 還有在這個 女性在這個時代的大浪潮下 她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命運 她是依附著父權 依附著她的男人一起走的 還是她會自己走出她自己的路 那王湘禪基本上在當時 我們可以說 落魄的謝介石 是她帶著謝介石去中國 當時的中華民國 所以她賣了 據她們的家屬講 因為所有的口述都是後來家屬給的 就是她賣了五公斤的黃金 是五公斤喔 非常多的錢 然後把這一個就是她在 當時在義彈界裡頭賺的錢 帶著謝介石一起到中國闖淡 所以謝介石所有 後來你去做口述的過程裡頭發現了 所有的人說到了東北 到了滿洲 都是去謝介石家 她們每天流水席 錢是怎麼來的 錢就是王湘禪 她的五公斤的黃金來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王湘禪是在當時的這個女性代表裡頭 她是為了先生的理想 為了她的這個政治的生命 然後她奉獻她所有的家黨給她 但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謝介石作為一個 當時的這個政治圈的男人 台灣的這麼 當時很顯赫的一個男性 但是她在情感上 卻不是很忠貞 但是她的不忠貞 其實我覺得王湘禪很厲害 就是她的第一個兒子 就是叫謝金生 因為我們所知道剛才說那個 在新竹正家的是謝哲生 是老二 那謝金生是怎麼來的 謝金生就是王湘禪的丫鬟 他的丫鬟叫素敏 也是大稻成人 其實都跟大稻成有關 OK 也是大稻成人 然後他們 他先跟 就是跟素敏生下了這個謝金生 金生就是在天金生的 那謝哲生就是老二謝哲生 才是跟王湘禪生的 哲生就是那個桃哲的那個哲 哲生就是在吉林生的 那後來有一個叫做戶生 就是上海的戶 是在上海生的 OK 好 那還有一個秋生 秋生就是在秋天生的是女兒 OK 好 那她的這個孩子就是 這是王湘禪跟謝介石的一個婚姻關係 但後來王湘禪就如素了 一直到她晚年 到謝介石去世之後她還是魯素 所以我覺得 這樣一個時代女性 我認為她非常的了不起 然後 另外我們要看的這一個叫林氏豪 我想研究台灣史的人都知道 林氏豪這樣的一號人物 因為她是一個女聲樂家 也當時Curumbia簽約的 算是台灣第一位很重要的女歌手 那林氏豪的先生叫魯秉丁 其實在台灣運動史裡頭也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林氏豪在當時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 他們那時候成立了女師社 然後王湘禪也是會漢學的人 林氏豪也是在漢學裡頭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有涵養的 所以我覺得在當時的 所謂新時代的女性 她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他們在知識上 其實是不落後於男人的 而且他們要支撐她的男人 因為魯秉丁她從事這個社會運動 在台灣民眾黨也擔任角色 然後也在這個工友會裡頭 也都有角色 那所以後來魯秉丁就被抓 然後也送到了就是 甚至是下落不明 但歷史上寫的都是因為她被遣送到 這個廈門去 然後反正就是大家都找不到她 那這個林氏豪就獨立自己 自己到日本去發展 事到快要到這個戰爭快結束之前 1944年 她覺得整個日本非常不安全 才到了滿洲國去 那去滿洲國的時候 自己也加入了這個 所謂的新京的交響 這個交響樂團 然後開始唱女高音 然後到處展演 在戰爭結束之後 作為一個台灣的女性 她怎麼回到她的故鄉 她就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 你看一個女人 為了帶著孩子要活下來 她就得要什麼事都得做 然後那時候 光是從東北要回到台灣 搞了兩個月 整個路上非常顛簸 她只能跟著青年團 跟著軍隊一路 然後繞軍這樣子下來 我們下禮拜繼續談 然後我邀請天江喜酒教授 日本籍的 一起來對談 談談日本觀點 因為時間關係 還是請佐隆把你的 一些挖寶 挖寶箱 挖寶箱 來繼續分享一下 好 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提到李襄然 不能夠不提到滿洲 印化協會 滿洲印化協會 是李襄然所屬的 一個電影公司 這個電影公司 基本上叫做國策企業 就是推行國家政策 所以她的成立時間 在什麼時候 在1937年 那個時候中日戰爭 已經開始爆發 所以她的工作就是怎麼樣 要負責去製作一些 跟符合國家政策的宣傳片 那麼以後有機會再說 最後先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張 很有意思的一張 這個叫做新亞三人娘 分別是誰 來自於日本的澳山才子 來自於滿洲的李襄然 還有白光 那麼新亞三人祖侯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談 他可能是最早最早亞洲地區的少女團體 用這個話來講各位就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西方軍 周子儀的先生 對 阿祖一代 日本早安少女組的阿嬤一代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很有趣 所以有一些事情 因為時代會有些變化 但是人的思考模式 喜歡看美女青春 這是一樣的 因為時間關係 請你一分鐘來說 把你的感觸 因為其實左隆兄是真是 文史控 照相控 他出了一本來去滿洲看到了 台北帝國興亡下的日本台灣 讓大家看一下 這攝影集 他真是太厲害了 收集到大家都看不到 你看 我們會慢慢一一公佈 而且很多是絕版的 來 一句話來描述 上一百年來台灣人的努力 來 用一句話來做結論 大家來去滿洲 來去滿洲原因是為了要尋找一個 更好的一個新天地 那麼之前有很多來賓都提過 在滿洲的待遇比在台灣好很多 其實這個道理跟現在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為什麼很多台商 會有很多台幹 要到別的地方去發展 那事實上它也比當地人的薪水 要高很多 所以當我們來看歷史的時候 要古今貫通 不要用片段的方式來看歷史 好 來看看到滿洲國都是漢奸嗎 是嗎 難道都是漆產在做苦力打工嗎 不是吧 我來看一個經典照片 這是也是台北藝專畢業的 然後這對夫婦 張登才跟張璇夫婦在19380拍的 你看他的穿著 來看看 Piano 我聽說日本時代如果家裡 一棟Piano也要買一棟老大廚 好 看看 這不知道在哪裡換洲 在這換洲 坦白講他們的生活 是非常舒服的 我就用這位張璇 你看這個 所以這本書用他們的夫婦做照片 不是悲苦的啦 是幸福的啦 但是幸福後面整個時代改變又穿轉了 來 我就把 有點長 但是我就把 95歲的時候的這夫婦人 叫張璇女士 她留下一句話 做註解 我們下禮拜繼續談 她說 我覺得我很幸福 在很年輕的時候 有機會到滿洲接觸到 世界各國不同的人種和文化 加上滿洲世紀分明的大陸性氣候 讓我實時享受季節更迭的快樂 我很慶幸有機會幫助在滿洲的台灣人 逃難回台灣 也很高興自己即時脫離共產黨的統治 雖然失去幾年辛勞努力積存的所有財產 更重要的是 我們安全回到了故鄉 滿洲經驗讓我更加珍惜生命的可貴 命運讓我有機會 以一位台灣女子見證 新興滿洲國的建立和興亡 鐵輪請你二趟拼台灣 下禮拜我們繼續加入一位日本學者 繼續建構台灣的史冠 謝謝 謝謝長